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欧洲行最后一战来到法国 由法国总统最高外交政策顾问伯纳接待 马克宏随后与王毅相见欢 表示两国应加强并深化战略合作 法中战略沟通卓有成效 高层交往成果丰硕 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大陆外交部表示 中法将在农食产品绿能核能 航太等领域合作 另外还将增加持航 有鉴于近年欧盟计划与中国经济脱钩 王毅要各个急迫 事出利多找盟友 近年来中国和西班牙的经贸合作 持续深入发展 中国成为西班牙在欧盟以外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橄榄油的 第二大消费国 西班牙是中国进口猪肉的 第二大来源国 王毅宋大礼宣布取消 西班牙牛肉进口禁令 中资企业也能参与西班牙的 光电 风电建设 另外在电信 医疗 电动车领域 紧密合作 大陆积极拉拢欧洲国家 为的是突破美国封锁 外媒CNA报道 大陆经济放缓至少有数十亿美元撤出 部分外流到印度市场 累计过去一年 上证指数下跌约13% 统一时间 印度股市大涨17% 超越港股 荣登全球第四大股市 对资金的吸引力此消彼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